数位浪潮侵袭第一银行今天公告将关闭一家台北信义区分行 这是第一银行首度财彻分行 著名投资银行家表示 在Fintech浪潮侵袭下 未来台湾金融界的人力需求可能只剩下一半 第一银行今天公告 位在台北信义区基隆路上的光龙分行 将在11月11号吹息灯号 并已经获得金管会核准 这是第一银行首度财彻分行 以我们自己银行来看 我们大概我们在数位转型的构成里面 我们是内部人员的调整 就是说比如说我未来增加的人员 可能会做了一些不同评估的调整 应该还不至于说我内部人员 做一个猜测的一个动作 10月初才说不会裁员 14号就公告猜测台北市分行 一级战区的光龙分行 评论媒体报道 义音主管坦言 过去电子交易较不苦及 没想到不到四年 数位脚步发展已经超乎当初预期 只好宣告财彻北市分行 据金管会统计 过去一年全体金融机构分行 大减15家 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 创会理事长黄祈元 今天出席论坛表示 台湾金融界原力过剩 在数位浪潮下 台湾金融界可能出现大裁员 人力空间可能坎半 我相信未来的 就是说是从 在台湾的金融界 金融业 在未来我相信 有缩减三分之一人力的空间 从长期来讲 比如在20年 我认为有减掉一半人力的空间 数位浪潮来袭 国营官分行 可能金融界和台湾政府 都得再加紧脚步 因应Pintech 新唐人亚太电视增益豪章麒麟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增益豪章麒chaft